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40歲的時候我就在想說我50歲會怎麼樣 家庭婚姻美滿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在我的身體狀況裡面 其實都保養得還蠻好的 所以詞也能背 舞還能跳 歌還能唱 我就覺得可以了 50歲我滿意 我覺得大螢幕小螢幕我都演過了 拍電影跟拍電視劇它是可以休息的 但是唯獨有一種是不行的 叫做舞台劇 你NG一N我就完了 所有的人都會看我 那個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挑戰 大概50初的時候我才選擇 去學習當主持人 等到我去做節目的時候才知道說 天啊我真的是站很久耶 如果能夠再讓我回去一次 從20歲開始好了 我真的我一定要好好的保養我的骨骼 然後保養我的肌肉 去年開始呢我就更注意身體的狀況 骨骼肌肉就應該要趁早保養 因為你要懂得愛護自己的身體 關鍵的就是 樂活金三角 有鈣有美 還有維他命C 重點還是要運動 如果在家裡面有音樂你就放音樂 讓自己流汗 那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體力樂活強力蓋 三效補充才夠力